新闻头条先带您来关心 发生在昨天中国河南的一起非法运输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引发的大桥爆炸惨剧 目前大桥夸塔事故的调查人员声称 已经有4名嫌疑人被拘押 昨天早上8点52分 一架来自湖北宜昌载满烟花爆竹的大火车 沿着高速公路向河南郑州方向行驶 当开到一昌大桥时突然发生了大爆炸 由于爆炸的威力实在是非常的巨大 途经的十多辆车被气量炸飞 东行县的桥面也随即塌下 让途经现场的25辆车随即坠落30公尺的桥底 当地媒体一开始说有26人死亡 但是到昨天晚上 中共当局竟然大幅修订了只仅仅9死11伤